各位同学,各位学界和实务界的朋友 今天就是我们这个2021年的暑期的 刑法阿里研习的公益课的第一次课 我们这个课的由来和组成的人员 之前在微信公众号上面 也向大家做过详细的推送 那么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 在这个地方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那么在讲课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多位老师按照次序来展开今天的授课 那么在中间我会做一个穿插主词 会为各位同学和朋友介绍 每一个次序下进行主讲的老师和他主讲的内容 那么首先由我来就我们这个阿里研习课做一个基本的概论性质的介绍 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交流和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组织这个课案例教学的意义的一些想法 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个开展案例教学的第一重意义对于这个学生来说 它是一个检验学习效果的过程 就是经过一个充分设计的案例教学 能够在课程上面与理论授课之间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 那么引导学生呢把刚刚从理论大课上学得的知识 这些抽象的概念应用到具体的案例之中 能够以一种专业化同时也为平均理性人 所能接受的这样的一种程度 去在案例当中表达相关的知识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让学生去提交一个案例分析报告 是对学生的这个法律知识和法律人的这个能力 进行一个全面检验的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使得学到的知识内在化 以问题为导向 而不仅仅是去应付考试当中的天空概念 或者简答题为导向的去处理知识 那么第二点呢 案例教学的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呢 我觉得是在于能够拓展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 那么我们这个案例教学呢 它是以案例为中心 就不仅涉及到对刑法案理论 对于法学方法论以及刑事政策的阐明 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对法院判例的原因 因此呢 在刑法理论当中所涉及到的各种知识点 往往会在一个案例当中综合的体现出来 而且呢 解题者还需要认识到 说这样的一些理论上的政策上的实践当中的信息 与呢 以案例为载体的呈现出来的日常的社会生活的片段 之间这种内在的关联 从而呢 使得这种学习者的眼界得到提升和开阔 就慢慢的可以提高对于各种法律材料的处理能力 第三呢 就是培养应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案例课它不仅是对检验对刑法基本知识理论的掌握 还要侧重了对于案例培养方法的养成 那么不管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作业或者是考试当中出现的问题 还是在实物当中遇到疑难复杂的案件 往往都是渊源于对新法理论的知识了解 不够透彻 至少在应用知识的能力上面 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而是出现了一些断裂或者是跳跃 特别是在于方法论的娴熟的使用上面 因此呢 这个地方就会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讲的 我们要开设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研习课 和通常所说的一般的案例教学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对于知识 视野和能力这三者关系的理解 那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不管是在校的学生 还是说参加工作之后的实物工作者 对于知识的获得 其实这个渠道是最多元的 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可以通过上课 读书 泡图书馆 获取各种知识信息 那么参加工作之后呢 那么很多律师也特别渴望更新自己的知识 有些是喜欢读书 那么有些是喜欢去参加一些 比如说北大法学院 经常举办一些培训班 那么邀请一些学者和实物界的大咖来授课 那么如果实践当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 往往会上网去查询一些学者的论注 或者法院的判决 最新的法律法规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获得知识的这样的一种渠道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会涉及到关于视野的问题 视野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同学除了上课读书之外 有的时候会听各种讲座 那么参加工作之后呢 其实往往也会如此 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人士就比较多 见识到各种人间百态 人情的冷卵 就体会过这样的一些权力的专横和人性的险恶 那么我们往往讲就见过高人 听过高论 站过高处 那么你可能也会在工作当中出过低谷 见过可怜人 了解众生苦 慢慢的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 就会越来越大 那这也是他的视野和格局 得到拓转的一种渠道和方式 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说的是这个能力的问题 这个能力的问题 主要还是依靠练习 他不可能通过像前面两个方面所讲的知识和视野 那样的一种扩展的方式去获得 因为不管是学者的论著 还是实物界人士的经验的传授 他讲的都是自己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感悟 但是这种感悟是无法简单的通过听课 或者是阅读 就能够由学生全面的获得 也就是说知识和视野可以传授和感悟 但是能力这个问题只能来自于反复的训练 来自于反复的训练 这就好像我们通常所讲的说 不管是一个战士的军支的养成 一个神枪手的这样的一个枪法的出现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些运动员 不管是跳水啊 游泳啊乒乓球啊 他各种各样的这些能力 他不可能是仅仅依靠说阅读乒乓球 什么前沿知识 或者是这个游泳教练亲身讲授跳水感悟 然后你就能够也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他只能是在这种教练的帮助和辅导下 必须有千次百次万次的自我训练才能够达成 所以呢就是任何能力的训练都是如此 那法律人的能力呢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我们要开设按理研习课这样的一个意义 也就是说它的核心就在于通过练习来形成能力 就是说我们法律人的这个工作通常讲的是记忆 但是记忆呢它需要知识 但是不等于知识 而是说要对于知识这种有技巧 有体系有方法的运用 那对其怎么运用 除了老师的指导 书本传递的信息 你听课获得的这些感悟之外 最关键的问题就还是需要学习者自身 进行反复的练习 进行反复的练习 那么我们以往的这个法学教育当中 就是对于这个这种练习啊 是比较缺乏的 比较缺乏的 那么一个学生如果他在学校里面 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训练 那么他在进入到实务工作当中以后 他就会很自然的把那些在大学里面 在学校里面反复训练过千百次的这种 法律概念的运用 那种分析的套路和逻辑 把这些已经成为自己思维习惯的东西 在根据工作当中的新的情况 有选择的 有剪裁的 甚至重新的排列组合的加以运用 去解决所遇到的新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法学院的这种 案例研习课 它的目的不在于作为未来的就业 输送直接上手就用的这种技术性人才 而是在于经过大量反复的训练 那就使得一种有方法 有技巧 有体系的运用专业知识的这种习惯 进入到一个人的这种大脑当中 使他脱胎换骨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法律人 所以呢 我们这个案例研习课的开设 也是说在包括对比 在高等教育中 像其他一些院系 特别是理工科 我们知道像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就特别注重实验室的训练 而我们这个以往法学教育当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比较欠缺 对于学生的这种练习 特别是法律思维能力的练习 那么虽然以往也有过一些传统意义上 我们都有一些案例课 但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案例课 往往不能够脱离 以按说法的苛救 它实际上还是在通过案例来讲解 法律知识 让学生领悟那个法律信息 它往往是理论性 启发性有余 但是在系统的训练上是不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要提倡 这个开设案例研习课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现阶段呢 我们讲这个案例研习课既然说是能力训练 那能力训练主要是围绕着 这么三个方面来展开 就是你到底要训练什么样的能力 那么第一个阶段 其实也就是我们下一周课 所将要推出的两个案例 需要同学们去撰写案例分析报告 它的训练目标就是一种体系性的分析能力 那么运用的方法 就是一种源自德国的鉴定式的案例研习方法 那这种培养和训练的能力就是我们这种分析问题的体系性 逻辑性和规范性 就按照一定的步骤和顺序 有一个方向感和定位感的去处理法律材料 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会 这次课后就会公布 在刑事法判检上面会公布两个案例 这两个案例是一个教学案例 就是我们自己编撰的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发给大家之后 不仅是说已经报名参加到班上的同学 在小组讨论中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撰写 而且即使没有报名或者没有报上名的同学 或者包括食物界的朋友 你也不妨试一试 就这两个教学案例 你来进行分析 看看如何以一种有逻辑和有体系的方式去写 那么在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就会给学生去介绍和讲解一些分析的套路 比如说故意犯怎么写 过失犯怎么写 不作为犯怎么写 共同犯罪怎么写等等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反复的训练当中 这些套路就内化于心了 内化于心了 那么因此呢 你训练这样的一种有方 有次序 有套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 就相当于是说 你脑海当中有一个导向标 有一张地图 你能遇到一个案件的时候 你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是在哪个地方出了一个问题 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 虽然看起来会比较繁琐和麻烦 但它最好的地方就在于 它避免遗漏 面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会慌乱 不会慌乱 而且呢 你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 去表达出来之后呢 会减少和法律同行的交流成本 那么大家会很迅速的定位到说 OK 你是在哪个点上认为 这个问题是有疑问的 比如说你认为是非法 在有目的上面有问题 或者是认为某一个 客观要件当中的行为有问题 那么这样子跟同行交流 大家都会用同一套话语体系 就好像工程师手里面的 那个图纸一样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在一个 有体系的结构当中 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 一个人他是不是正确的 理解了体系的概念 因为这就叫做个安其位 你什么时候你真正的理解 一个概念 当你把这个东西放到 他所应该放到的地方 去理解和表述的时候 这才说明你真正的把握了他 比如说我们当然 很多人说起来都头头是道 比如说某一个什么 主观上的什么要素 一个客观上的什么行为 但是他究竟是在哪个地方 去处理的 往往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混乱 比如说以往的时候 我们在教学当中 不是很注意这一点 那比如说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就会考一个说 你说一下期待可能性的概念 你说一下中止和未税的区别 可是你达了半天 也不能够真正的看出 你是不是真正理解了 未税和中止 因为你看不出 他在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把未税的分析 放在什么地方 把中止的分析 放在什么地方 当分析一个主观上的非法 在有目的的时候 他是在什么位置上 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当这一点在以往的 有时候我们这种概念题 或简答题当中 是考察不出来的 考察不出来的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案例 可能就是要 会给大家具体来讲这个问题 当然可能展示的时候 要通过下周那个案例 我们会公开来讲 这个案例一步一步怎么来 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那么等于或者具体的说 比如说固意犯的分析套路 过失犯的 不作为犯 不同犯罪 这些分析套路 都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一会儿 我们后面会有几位老师 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下一周的案例发布 主要的训练的是 论辩性的说理能力 就是我们的案例都是服务于 我们所要培养的能力 我们不是简单的说 要来研究一个案例怎么写 我们也不是简单的说 也就是推广或者移植 德国的鉴定式的案例分析方法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说 要培养法律人的能力 然后呢 法律人有哪些能力需要培养 我们再来反过头 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 所需要的案例 以及相应的案例研习课程 所以这个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是不能颠倒的 这是有一个随为随服务的问题 那我们认为说 在对于一个法律人来说 这种论辩性的说理能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他能够对于一个问题 进行一些思辨性的 论证性的 而且对抗性的 这样的正反的说理 其实这个能力 你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 我看最近包括有一个 叫詹青云的视频 在网上也很火是吧 包括有些奇葩说里面 他也是有去会训练 双方这种对抗的能力 当然他那个不是一个 属于专业知识的对抗 他更多是属于一般的逻辑 说理和这种表达能力的对抗 但是他本质上也是一种 论辩性的正反的对抗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 发给大家的案例 就是服务于这种 论辩性的说理能力的一种培养 那么这个案例 比第一个阶段的案例 可能就要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需要大家呢 就是说从不同的侧面 可能比如说给你说 你要论证他是盗窃罪 同时你要论证他是无罪 从正反两个方面 千方百计的 从各个角度 从行政策的角度啊 司法解释的角度啊 判决传统的角度啊 比较法的角度啊 逻辑体系本身的角度啊 法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啊 等等等等各种角度 想出理由和根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但这个阶段大家注意 我们不是搞模拟法庭啊 就是不是训练 类似于辩论赛的这种辩论技术 这个方面还是需要大家去查阅理论文献 去了解司法判决的传统 去了解各种观点的理由 进行归纳总结 就是一种专业性的说理和论证 不是辩论赛的技巧 这是我们认为对于法律人最重要的第二种能力 以及相应的案例延期课程的设计 和这种案例的选择 第三点呢 就是对于一个法律人来讲 我觉得除了说体系性的分析问题 论辩性的进行说理 而且一旦第三点特别重要的就是 我们一旦进行法律实务的时候 特别是对于部门法学者来说 对于将来我们从事实务工作的人来说 第三点尤其重要 因为我们很清楚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案件 比如说你做一个检查官 你遇到这么多事实案件 没有人要直接把一个起诉书 现成的交到你手里面 做一个律师也不可能 所以直接的把一个辩护词交到你的手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 你自己要形成这个东西 那你就相当于说 从一片纷繁复杂 完全没有头绪的材料当中 你要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你要提炼出重要的点 形成一个真点 那么朝着觉得我是检查官 朝着对控方有利的方向 去塑造那个事实 那对于辩护人也是如此 那他有这么一堆的案件材料 他可能比如说 那个检查官用ABC 三种证据 他组合成了一个假事实 假就是 就加一点点的假 假事实 然后呢 他来讲出一个故事 来指控一个罪名 那律师呢 有可能就说 我运用ABCDE 或者这里面 我没有弱化B的作用 我组合出来的一个 以事实 那以事实的时候 那我认为 根据以事实这里面讨论的 就不是检查院指控的罪名 而是我认为 另外一个可能更轻的罪名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在大量翻翻复杂的材料当中 发现那个问题所在 重要的问题和不重要的问题 形成在法律上的增点 这个能力 对一个法律人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 我们是训练指上谈兵 那第三个阶段 就要有实战的意思 当然第三个阶段 其实它更重要的训练 往往是需要在实践当中 长期跌打摸爬得出来的 它以前面两个阶段 训练的能力为基础 然后需要人长期的 在经验当中的感受 对于事实的敏感 那这个是需要 长期经验的积累 当然我们在学校里面 虽然也会安排一部分课程 因为既然是法律人的 一个基础能力 我们也会对它 进行一部分训练 进行一部分训练 那么像这个第二个阶段的 这种论辩性的顺利能力 后面会由这个南开大学的 这个周冰健老师再来讲解 第三个阶段的 主要会后面会由 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 徐安老师来讲解 他们以前也都做过 北大刑法理研习课程的助教 就是比较有经验 后面他们会来再具体 来展开这样的一些 方法论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阶段 这种鉴定式的 我们的一个教学案例 这是以前在课堂上 在北大的课堂上 曾经出过的案例 那么它会有这样的 一些大型的案例 主要是训练各种套路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这种论辩式的 就是它相对就是小型案例 但它主要是要 同时撰写空编意见 就是要求学生 你要既写正方观点 也写反方观点 第三个阶段 就是一种实物性的案例训练 这是主要是发给学生 一些真实的案件 那么找出核心问题 接下来呢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鉴定式案例研习的 一般的方法论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 首先需要一些基础概念的澄清 基础概念的澄清 就是整体上来讲 鉴定式的案例研习 它其实是就是在处理 那个法律规范 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应关系 那么对于刑法来说 那么这种最关键的思考模式 就像在民法当中的请求权基础一样 对刑法而言最重要的 就是一种构成要件思维 构成要件思维 就是说有罪无罪 这个问题不是首先判断 它的清晰是会危害性有无 而是要看刑法当中 有没有一个构成要件 和这个案件事实比较相近 那当发现有这样的一个 规范的构成要件 和实际的案件事实 比较靠近的时候 接下来的工作 我们我刚才讲的一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找法的过程 那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把这个案件事实 跟法律规范之间进行 相互的对应和碰撞 这个过程通常我们称之为寒舍 那么最后如果得出一个 这个案件事实符合 这个法律规范的结果的话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有罪的结论 不符合的话 就是一个无罪的结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一个案件事实 怎么样子去完全符合一个构车要件 这里面又需要进一步的 把构车要件拆解成 若干的构车要件要素 那么把案件事实逐一的和那个要素 先对应 看在这个案件当中 这个事实有没有符合 某一个构车要件当中的 某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要素 那当某一个要素 不能够符合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一损据损的局面 只要有一点不重 就全场结束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过程其实大家一听 就会感觉到 这其实是一种三段论的这个思考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古典逻辑当中 就是有这种三段论的方法 就所谓说从这个一两个语句当中 推出第三个这种语句的一个论证方式 就大前提加上小前提 来推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推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这个大前提通常 它是由法律规范所组成 我们这个学习法律的人 都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 法学方法论训练的第一步 特别对本科生来讲 那么就是他要有一个 对各个构权要见特征 脑海当中要有一个熟悉和理解 因此你碰到案件的事实的时候 你才知道去哪里找法律 就找法 因为你不找法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大前提 你没有办法获得大前提 你后面的工作根本都无从开展 无从开展 所以呢 不管哪种形式 就是三段论推导的第一步 就是要找到作为大前提的 法律规范 那这个过程就是要 在这个本科生的 特别是刑法分论的教学当中 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训练 老师讲说的时候 也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么小前提这个问题呢 相对于大前提 小前提有时候也会称为第二个前提 他就是把具体的案件事实纳入一个抽象的法律规范 或者是过程要件 然后通过这个过程来确定 你在大前提当中所选择的那个法律规范 是否适用于这个具体的案件事实 也就是案情与过程要件的一致性 那这个过程首先有的时候 要完成对事实的识别和形成 对事实的识别和形成这个东西 我刚才提到 其实我们会在第三个阶段里面去重点训练 那么其实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 由于我们用的主要是一个教学案例 都是经过教师进行剪裁 编撰之后发给大家的 所以对事实的识别和形成 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 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因为那也不是重点训练的内容 那么其次呢 其实就是要求了学生 看到这个事实 张三拿起刀捅向女士的胸膛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考虑 他是不是实现了大前提当中 全部的过程要件特征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涵涉 那所以整个的试用过程 就是要进行一个多次的这种大前提 小前提和结论的三个步骤的论证 最后呢 我们才来说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根据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推导 我们在确定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结果 是不是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 具体的案件事实 那我们看在这里面说 通常所讲的确立法律效果的三段论 是这样的 就是大前提是如果一个行为 符合过程要件T 那他处理一个法律效果A 那么小前提是具体案件的这个事实 实现了过程要件的所有的要素 那么然后结论就是针对这个事实 对行为人处理某个法律效果 这是一个叫做确立法律效果的三段论 当然它有一个简化版 简化版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在学校阶段的学习来说 并不是说特别的注重会训练对量刑方面的问题 主要还是一个定罪的问题 所以把它简化之后就是说 如果一个行为符合某过程要件就构成假罪 如果一个具体的案件事实实现了这个构成要件的所有要素 这是一个小前提 那么最后结论就是这个大小前提 这个这个完成之后就会得出结论 说行为人因为该行为而构成假罪 构成假罪 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三段论 它没有办法保障一个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正义的实现 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逻辑的思考方式 但它至少能够保证我们在思考形式上面的正确 有的时候它不是还没有涉及到实质价值的判断的时候 你的逻辑本身就已经出了问题 而且在很多案件的讨论当中 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同学讨论问题的时候 甚至在实物当中 我们一些这个实物人士讨论问题的时候 你会往往发现 它把形式上的逻辑形式当的问题 和实质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混为一谈 它不能够很清楚的区分两者 还没有到它去讨论大家争辩各自的价值 到底哪个形式政策的理解 怎样才是对 之前它在逻辑上就已经犯错了 它在形式上就没有完成那个应该完成的审查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对话 就没有办法对话 因为你只有大家都共用相同的逻辑形式 才能够就实质性的争议进行讨论 当逻辑形式的时候 你都搞错的时候 那就出现鸡同鸭讲 那就完全没有进行交流的这种可能的空间 经常会出现说双方变来变去 就会导向不知道相互都在说什么 所以尽管说这个三段论是一个 在今天我们有过很多的这种说法和这种批评 法学方法论的演进 从早出的这种概念法学去一直包括进入不到这个利益法学 所谓价值法学或评价法学 但是呢 我们最多是在讲说 这个过程当中价值判断的因素 是不可避免的 最多的是讲 在法学方法论的过程当中 不是不仅仅只是一个形式层面的操作 而一定会有实质上的评价的因素进来 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忽略掉 我们仅仅是强调这一点 但是呢 不可能因为价值判断和评价要素的存在 就推翻形式的三段论的逻辑 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推翻 因为三段论是归根结底 它就是处理 它就是处理一般规则和具体 事例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形式 而我们对于法律人来讲 我们的基本工作 也恰恰就是在处理那个法律 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 只要我们做的工作是这一点 我们就不可能摆脱三段论的适用 所以这个基本的思考框架 是始终是存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的 工作过程当中的 这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对于绝大多数法律人从事的这种解释论的工作来说 我们都需要从一个法律规范的大前提出发 如果你把它否定了 后面就没办法做了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法教育学的司法论的立场 它不是立法论的 那么你养成了一个三段论的思维 你才可以去做律师 做法官 做检察官 那么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整体上 还是要依靠这种 尊重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的行为观点 当然呢 我们如果说你去做一个立法者 政治家 企业家 做一个改革主义者 有时候是需要打破这个现有规则的束缚 摆脱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约束 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它就不属于法学方法论的范畴 那么接下来 我想再进一步的讲一下 法律当中的这个含色问题 就是说 法学教育为什么比较热衷于 我们通常会讲 对各种概念进行定义 比如说我们说 每一本调科书当中有无数的概念 每一个概念都要有一个定义 各种特征 为什么会乐此不疲 而且法律初学者 总要就要求你去考 考你去背各种概念 这个理由就在于说 法律人因为他的核心工作 是处理规范与事实的关系 更进一步的说 就是如何将这个法律适用于事实 如何将法律适用于事实 或者说将事实含色于法律之下 因为你有这种正义和说明 这个含色工作的需求 所以你这个法律工作 就特别需要这个概念 和定义的帮助 概念和定义的帮助 那么我们这个形成小前提的过程 通常被称为就是含色 通常都称为含色 最简单的讲就是说 比如说S 是T的一个势力 它的核心部分 还是被认为是一种逻辑的推演 这个推演模式 就像我下面所写的这样子 通过一个要素的对应 是否被穷尽 最后得出判断 那当然我们法律上的含色 跟逻辑学上的含色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我们这个法律上所讲的含色 实际上是某个特定的概念 实现了另外一个概念的陈述 也就是在叙述某个特定概念 属于另外一个概念的一种 特殊的情形 那是因为这个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差异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差异 和一般的逻辑学者 所讲的这个含色 有不同的区别在于 因为我们是要把案件事实 含色于法律描述的 那个构成要件之下 法律描述的构成要件之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当你比如说 你去讲说 这个故意毁坏财务罪 这样的一个法律规范 然后你去看这个案件 当中的事实的时候 当你说张三在李世家的 屏风上乱涂乱画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对 最原初的生活事实 进行了某种的提炼和评价 因为原初的生活事实 他就是看到一个人 拿着一个笔 在一片红色的木板上 随便的涂抹 对吧 那么当你先说 你说本案当中的事实 是张三在李世家的屏风上 乱涂乱画的时候 当你陈述这个事实的时候 你已经对那个原初的生活 流水一样的材料 已经做出了选择和剪裁 因为你都会考虑到 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已经做出了评价 所以就是判断者 你肯定是要去配合和适用 那个朝着故意毁坏财务罪方向 去靠近的那个用语 比如说这里面是李世家 这里就涉及到他所有人的问题 那么红色木板 你把它描述成屏风 就会涉及到一个财务 财务 这就是刚才说 说讲的这个问题 那么当我们形成这样一个 案件事实之后呢 我们就会继续去看说 这个案件事实 是不是具备 作为大前提的 构成要件当中的 所有的要素 这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 我刚才说讲 他要穷尽 这个构成要件当中 各个要素的所有描述 比如说 你是不是构成一个敲诈勒索罪 那你除了要看 他主观上有没有非法 在有目的之外 那么你客观上 还有没有一个 去向对方发出 恶害要挟的这样的行为 那被害人 有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 威迫 压迫 那是不是基于压迫 来交付的财物 等等每一个要素 都要去检验 在每一个要素上面 没有得到满足 那他的客观要件 就没有得到实现 没有得到实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这个案件事实 是用日常用语来进行描述的 那么当我们那个法律用语 通常会包含比较多的 抽象的这种专业数据和概念 那么你要用 这两者不断靠近的过程 一个是日常用语所描述的 案件生活 一个是专业数据所描述的 那个法律规范 这两者靠近的过程 有的时候就需要定义的帮助 就需要定义的帮助 那么这个定义的过程 以及我们用这个 含色推论的方式 它就是在持续的 把具体的事实 向抽象的规范靠近 同时把抽象的规范 不断的解释 不断的定义 次定义 一步步的具体化 使得它也向那个生活事实 向靠近 就双方都在不断的靠近 因为我们对一个概念 进行定义的过程 就是把它具体化的过程 然后继续定义 每一个要素 不断的次定义 就是不断的具体化 同时我们对生活事实 又不断的抽象化 最终两者才能吻合到一起 我们才得出判断说 OK这个地方 能不能被它所含色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这个过程 是不可能不断的持续的 就是你从一个概念当中 这个去做定义 这种逻辑推演 它不是无穷尽的 到了最后 它不是靠逻辑的力量完成的 它仍然要以一个感知为基础 或者一个社会的判断为基础 去得出那个结论 去得出那个结论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木板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能持续的把它去定义 比如说财务下面 在定义各种各样的屏风 屏风下面 再怎么样去定义这个木板 你一直这样无穷尽下去 终之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说 你的感知 认识到 那这样的一个木板 是你所要处理的对象 这是这个时候 就依靠的个人的感知 和社会的经验作为基础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就会有人提出说 那其实 法学方法论当中 这个函色的过程 它不是说仅靠它就能够完成 整个法律适用的问题 而一定是有一些评价的方式 这种评价的方式 有的时候还通过一些归类的 类型化的方式来完成 这当然就在方法论上 有一些争议了 但不管怎么样 整体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把函色这个问题 视作法学方法论的核心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要注意到 这个评价的要素 类型化的方法 在里面所发挥的作用 那么这种概念的这个 次定义 我刚才提到 它有的时候会有横向拆解的过程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 竖项拆解的过程 有的时候这个 你比如说像举这个盗窃 这个这个数 法律上这个盗窃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首先可以把它垂直的 这个具体化为 未经原再有人同意 而改变这个财务的再有关系 这实际上是对盗窃向下 进行了一个定义 那么之后呢 那你针对说 你这个定义说 未经原再有人同意 而改变财务的再有关系 那么什么叫做改变再有关系 你再有一个水平的展开 改变再有关系 这个改变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打破和建立的过程 打破旧的建立新的 这个就是改变 战友关系的改变 这实际上是对改变再有关系 一个水平面向的一个铺开 铺展 铺展 那么你当然你要具体问 那你接下来又问了 你说你这改变再有关系 你把它做成打破旧的战友 建立新的战友 那什么叫做战友 那你当对战友的时候 你又要需要对他进行下一步的拆解 比如说事实上的控制力和社会观念上的认可 因此整个过程就是概念一层层的展开 就形成所谓的寒色锁链 但是我们大家会看到 当逐渐的这个盗窃这个概念 被逐渐打开的过程 它是向着我们的个人的感知和社会经验 不断靠近的过程 当一个概念经过不断的定义 次定义 不断的横向 竖向的拆解之后 我们才能依靠这种思维工具 去把握住现实当中的一个 像生活当中的一个事实的片段 到底是不是盗窃 到底是不是盗窃 所以呢 当我们这个定义 那你说这个定义到什么时候结束 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经验上 个人的感知层面上 不会对这个问题再争议的时候 大家觉得不需要再去对它 进行进一步的阐述的时候 说到这个地方都能够理解的时候 定义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 因此呢 就是每一个寒色的过程 都是说透过一个明显到说 不需要再进行解释的主张来结束 来进行结束 那么我们简单的这个 小结一下 就这个寒色就是在一个抽象的法律规范 和一个具体的生活之间 建立起某种关联性 某种关联性 那法律适用的这个任务 就是透过他人可以理解 并且可以检验的方式来进行寒色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就更好地理解 那个法律方法论上 恩基斯所说的那个 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目光往反流转 他为什么要往反流转呢 因为规范不断地通过定义要具体化 事实通过这种提炼 也不断地抽象化 你当然要不断地往反流转 才使得二者之间不断地靠近 那么更具体的就是说 要把这个构造件朝着案件事实的方向去具体化 把生活事件朝着法律的方向去抽象化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 就是我们所面对和解决的 这种三段论的这种思考方式 它不是像数学上的公式 只要通过推理 最后总有一个唯一正解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视为一个社会冲突 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那整个所以前面所讲的 这个在每一个要素上的 函色的这个过程 它就是一个需要将抽象 与具体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艺术 这是首先对于我们进行 鉴定式案例方法 最基本单位的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 最基本单位的一个 寒色工作 它的这个怎么操作 比如说你案件当中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 毁坏财物的毁坏 那么这个工作 其实是个基本要素 基本单位的工作 是就刚才这样的方式去做成的 那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案例研习的这个写作方法 我们要写案例报告的时候 是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鉴定式这个案例研习阶段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给大家的这种教学案例 那比如今天课后 就会给大家 就会在判检公号上发布两个案例 这两个案例 它是一个通过理论上的成果 进行加工 减裁和净化之后的产物 它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案例 那很重要的一点 之所以要说这一点 就是说大家只需要根据这个案件事实 去进行法律操作就可以了 你不能再去更改案情 你不能讲说 老师你下面讲的这几种情形 我觉得都是不太合理的 比如说如果说认为说行为人主观上有什么想法 你说他怎么可能那么想 那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了你 他就是这么想 你就不能再去更改案情 更改案情 那么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 这个一些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你首先你要对整个的案例 要通读这个案情 了解到他所设定的问题 然后你要有一个写作大纲 这个写作大纲 因为对一个案例当中可能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点 那么在写的时候一边审读案情 一边列出可能涉及到的构策要件 那么你列出大纲之后 你要还需要从一些可能相关的法医的角度 再次对案件进行审核 然后呢有的时候在大纲旁边 你会标注一些关键字眼 这样子去提醒自己 这是前期要做的这个准备工作 就一个案件的大纲 那具体到这个事项里面 我这里面列出了这个几点 大家写的时候是需要有注意的 第一你需要去逐个检验 不能跳过每一个构策要件的要素 要耐心 不要说觉得自己凭自己的经验 一眼就洞穿了本质 一下子捕捉到案件的核心 这个 这种是对于一个练习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下的是笨功夫 而不需要说你自己凭经验感觉到的那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逐个检验 比如说一个诈骗锥当中 客观上有五到六个要素 你就要去挨个检验它 主观上几个要素 你也要检验它 就看在哪一个要素上出了问题 那么客观的要件和主观的要件 通常要把它分开来审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有的时候一些常规的检验 你当然就不需要去完全去进行去细致的讨论 当张三用一把刀捅伤了李氏的大腿的时候 你详细的去解释着到底是不是伤害 这种就意义不大 可以直接一句话带过 这就是一个伤害行为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对伤害进行反复的定义 次定义 然后再对案件事实进行提炼 这就是没有必要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 那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就这种简单的寒色工作 你也需要去援引什么理论和判例 直接就可以完成 但是当遇到有争议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展开详细的解释 因此呢一个好的案例分析报告 动要的就是想略得当 知道什么地方要去重点去讲 什么地方要可以简略带过 那究竟什么样子做到这种可以想略得当呢 这个确实是需要反复的练习 才能够得到的一种感觉 这不是说老师可以传送你的 在某个点上你要写多一点 某个点上写少一点 这个需要自己反复的练习才有感觉 才有感觉 那么分析框架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一般通行的看法认为说 对一个案例 通常有两种分析框架 一种是按照事件进度本身进行分段 比如说它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事件我们要用一个生活意义上的术语 而不是法律专业的术语去标注它 这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案件当中从头到尾 他是比如说在哪一年几月份他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当中涉及到张三 你是王五三个人 那么在比如说这个21年的时候几月份 又涉及到另外几个人 那这个整个分析过程 你要按照时间进度去展开 这是所谓按照事件的进度去分段 那么另外一种分析框架呢 就是按照行为人去分段 按照行为人去分段 按照行为人去分段 这种要注意的就是 有的时候呢 案件当中可能是一两个人作为主角 他这个可罚性行为贯穿整个案件 其他人只是偶然或者个别出现的这种配角 个别出现的这种配角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往往可以按照行为人来分段 就重点是落在人的身上 那么按照行为人分段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涉及到共犯的问题 要注意的就是张三和李氏的时候 谁在先谁在后 如果两人是共同犯罪 通常我们要先分析正犯 再分析共犯 这主要是一个维护共犯成属性原则 那通常可以以人为主线进行案例分析 它比较适合于案例相对简单的情况 案例相对简单的情况 那我们按照这个一个事件前一种 讲这种A的方式去分段 那么比如说在第一部分 在1987年 1988年1989年 三个时间段 这是按照事件进程去分段 在1988年内部又有加以秉丁四个人 那么我们按照参与人再去分段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 那你说如果一定要回答 究竟是按照事件分段写出来的才是好的 还是按照行为人去分段写出才是好的 这个没有一个一定之规 关键就是看写的过程当中 哪一种分段的方法更加清晰的 有条理性 结构更加紧凑 更有利于保持这样一个整体感 你就选择哪一种 这实际上是一个 需要靠你不断写作的经验 去权衡的过程 权衡的过程 最后呢我要讲一点 这个写作上的细节和风格 就是通常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有一些复杂的案件 往往你需要有一个预审查的阶段 就是你在正式展开你这个说明之前 你总是要想在这个案件当中 他到底是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 他到底是共同凑犯 还是这个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 是一个这个正犯和交缩犯 或者正犯和帮助犯 那这个案件当中 他是不是一个为谁的情况 这个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 简单的交代 简单的交代 那这个时候可以在正式的审查 开始之前 你可以进行一个预审查 也可以写在你的案例分析报告之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确实遇到有争议性的问题 你不要在前沿的部分 去把它过多的展开 而要在你的结构的内部 和分析的过程当中 去把这个问题说明 就放到你的这个分析体系的内部去写 而不要放到体系外面去处理 另外呢就是在写作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语言要注意到一种 简朴的风格 简练 朴素 有效 冷静的风格 不要用过多装饰性的表达 这种反而会对你的这种案例写作报告的 效果带来一些损害 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这个案例分析 他不是判决书 不是判决书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写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通常所讲的叫做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我们这个假设我们这个分析总是从假设开始 比如说我们说张三从李氏的这个手中取走这个手机的行为 可能涉嫌诈骗罪 你这里面是用了可能性和涉嫌 然后你就开始进行下面的检验 检验出来的结果完全可能是由于在某个要素的不符合 而得出一个不构成的结论 这就是一种所谓鉴定式的 它是先假设再求证的过程 求证出来也可能不构成 但是你这个分析仍然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有价值呢 因为有一天你作为律师的时候 你的辩护词就是这样的 相反所谓这种判决的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判决的模式因为作为一个法官 他要写一个判决书的时候 他不是按照一个假设然后来求证的过程 他是一开始就明确了一个结论 张三的行为就是构成诈骗罪 然后我来告诉你理由他为什么构成诈骗 所以他最后不会构成一个开放性的结论 他唯一的确定的结论一定是在写作开始 就已经表达清楚了 这个是要写作判决书时候法官的思维 而我们现在训练的是一个鉴定的模式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开放性的 是一个假设求证的过程 那这是我们在说这个 在这个平常的训练当中 所使用的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 那个导言句就是说 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后面其他几位老师会来讲 就是说你用哪句话作为开头 会往往会涉及到你这里面所涉嫌到的 这个哪个构成要件的使用 比如说你会说张三从李氏手里面取走手机 那这个话怎么表述 会涉及到你后面所讲的 它是构成盗窃 还是构成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在讲具体案例的时候会来展示 另外再次要需要强调的就是 整个案例报告写作分析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降略得当 不需要在不必要的表述上 投入太多的那个文字 而需要你去仔细展开的地方 反而忽略 那这个就会成很大的问题 那最后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的这个情况 我们这个课呢 大家也看到海报上有讲 其实它是以这个我们 在北大法师院开设的 刑法案例研习课 作为一个基础 以那个课程模式来展开的 就是我们这个课 北大案例研习这个课 从一二年开始开设 那么这个课程 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不断的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那么到今天来自快十年了 它相对比较成熟的模式就是 整个半年的课程 15周左右嘛 它大概分成三个阶段 当然每个阶段的课时量不太一样 比如说前面有七到八周 就是专门训练 鉴定式的案例的分析方法 那么中间可能有这个 这个四周左右 是来训练这种论辩式的 案例分析方法 那么最后流出两周左右 我们来做这种实物性的 案例分析方法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 论辩式的案例分析的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同时还会需要同学来进行展示 比如说由控方的同学来讲他的理由 由辩方的同学来讲他的理由 然后双方进行辩论 然后老师再进行点评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 实物性的案例研习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发真实的案例 同时也会邀请办案的律师 那么他来讲 他是怎么办理这个案件的 辩护的思路和判决的思路 然后也会请同学 事前分为控辩双方 分别来讲述 他作为检察官的一个起诉意见 和作为辩护医师的辩护意见 最后再由老师来进行点评 那我们今年举办的这个 线上的公益课 也基本上采纳了这样的一种模式 那么我们这个有 总共有15位老师来参与授课 那么这15位老师当中 绝大部分都是曾经在 北大新华阿里研习课上担任过助教 那么现在也在各大高校任教 那么另外还有几位老师 虽然原来没有做过那个课的助教 但是也是都是在 北大的博士毕业之后 在各个学校 现在也正在开设阿里研习课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共性 我们就组织起来 来做这个工作 那么后面的这个几个部分呢 要由我的这几位 一起的这个 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老师来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